真正的战役不是现在在谈的进法补偿 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表明寸步都不会让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提到财化法修法才是重点 市场大菜21日要在财委会上菜了 国民党团主张中央赢家9%收入还给地方 等于中央统筹分费款为3208亿元 从现行中央地方比例75比25变成60比40 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限 一手党总议算一手又要财化法通过 这个难道是要把政府搞垮了吗 采取手势要靠论述在委员会好好审查 同一天21日天柴火的恐怕聚焦在司法委员会 因为国民党立委汪小林提案主张将大法官判决门槛 从现有总额过半数同意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还没审查司法院先送报告意见 指出有实质冻结大法官解释宪法 全责之余建议不予修正 意思是不管如何一定要成功修法 但民进党扬言会杯葛 将这样无限上纲到对于另外一个宪法机关 它应有的功能的发挥要予以剥夺 更严重的是剥夺人民维护自己基本权力 这样的救济途径 我个人认为非常的要不得 蓝绿祭出甲级动员令 招风前已有满满的火药味 铁别新闻花轿轻轻轻 台北长报道 福音随理 福音随理 海歌 欧 disciplin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